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大多都是杨刚健硕 身手敏健 个顶个的英俊不凡 不差一点水分的实力派男星 说到邵氏武侠美男 第一个想到的必是狄龙 这个曾靠美貌叱咤香港影圈的祥江第一美男 初次亮相就惊艳了无数观众 师承永春泉大师陈汝眠 是名正言顺的燕文图孙 他的身手灵力很绝 外形见数俊美 在视觉上总能让观众一饱眼福 他的俊是随时散发出让人着迷的雄性荷尔蒙 电影《张宝仔》里饰演的海盗赤裸着上半身 俊逸的脸庞露出纯洁无瑕的笑容 古铜色的肌肤在水光淋漓的湖面映衬下 显得尤为活色生香 堪称绝色 狄龙和古龙楚源组成了当时的江湖铁三角 他把多情剑客李循欢 风流香帅楚流香 天下第一刀富红穴等大侠演绎的入目三分 让古龙对其赞叹不已 有一天 有个叫成龙的小兄弟来找古龙 托朋友关系 想走个后门 要个主角当当 谁知被古龙一顿臭骂 我的戏是写给狄龙的 不是写给你的 成龙红着脸哭着走了 心里也暗暗发狠 狄龙 终有一天我要超过你 可见当时狄龙颜值有多高 二 江大卫 说完狄龙就不得不提江大卫 这对邵氏最古早的荧幕CP 一个负责动作打斗 一个负责耍宝卖萌 两人互补的外形被誉为 邵氏最亲密无间的电影《双子星》 再猛难如虎的邵氏 江大卫娇小玲珑的身形 显得特别与众不同 他的表演细腻沉稳 渲染力强 身手灵活敏捷 如白居过戏般踏雪无痕 在武侠影片《新独臂刀》中饰演的 鲜鸯刀绝技少年雷丽 天资聪颖 重情重义 听到好友风俊杰被害身亡的消息后 悲愤交加 游远渐进地层层递进表演情绪 一下子就让观众融入到戏中 小小的身躯大大的魄力 江大卫的外形即便不如狄龙那般高大俊美 但个人魅力绝对独领风骚 三 尔东升 现如今已贵为名导制片人的尔东升 曾也是邵氏出身的一名武侠小生 因此又受到江大卫和秦佩的耳濡目染 成年后的尔东升放弃了到国外念书的机会 依然跟随熊掌加入影视圈 成为邵氏旗下一员 高大威猛的尔东升长相轻易俊朗 奇长而结实的身板 站立在人群中显得极为眨眼 在邵氏的十年 尔东升主演过《三少爷的剑》 《倚天铜龙记》 《圆月弯刀》 《如来神掌》等多部武侠电影 武官端正优越的他 能驾驭住邵氏各种死亡装造 奶蒙十足的脸庞上 一双浓眉大眼 英气勃勃 清冷孤傲的气质带着丝丝侠媚 而到真是才貌双全的一位旷世奇才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郑少秋 天生一股温文儒雅的侠义风采 她的表演天赋极高 十六岁便考入邵氏 且以武侠小生的形象 活跃于各大影视剧中 俊秀潇洒的她气质过人 长相亦正亦邪 可送性强 演皇帝时可威严风流 演书生时可唯唯诺诺 演侠士时又可正气凛然 各种高贵低贱的角色 皆被她演出神韵 最让人羡慕的是 她风神俊逸的外形 如百年红酒般越老越醇香 散发出名人亲疲的独特魅力 1978年 郑少秋主演《倚天屠龙记》 饰演张无忌 金庸先生提字赠予郑少秋 荧幕侠士 萨萨英风 家洛无忌 入人梦中 那个时代 郑少秋就是无数人心中的男神 英俊潇洒又侠肝易胆 后来她出演的很多角色 基本上都是正派的侠士和英雄 一步一步走上了事业的传奇巅峰 5.王宇 王宇是华语英史上的第一位武侠隐星 亦是张彻首席官门大弟子 他的成名甚至比李小龙还要早 身材高大 容貌清秀的王宇 从小就热衷于打架 还自学空手道 他的一生过得相当之轰轰烈烈 打架打到台湾竹联邦骨干 泡妞泡到林凤娇 林青霞等顶级女神 王宇未成名前就读于上海体校 香港珠江学院 且获得过两次游泳冠军 但都因爱好打架而被开除 不过最终也因爱打架而成为武打明星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被誉为王宇时代 他主演的武侠电影 金燕子 独臂刀王 龙虎斗连续四年突破华语票访冠军 尤其是独臂刀王 让他登上香港影坛顶级大佬的地位 从影30年 总共拍摄影片80多部 其中有60多部监视武打片 按理说 这么一个牛轰轰的人物 早该成为武打巨星 要不是早年不安分参与黑帮 也不至于弄得自己一身鸡毛 名誉尽失 六 傅生 傅生是邵氏令人扼腕的一代武侠隐星 他是继江大魏后最受张车宠爱的第三代关门弟子 略带混血长相的傅生出身豪门 17岁签约邵氏 18岁在方氏玉与红西关中担任男主 并且名声大噪 当成龙还在跑龙套的时候 他就已是赫赫有名的功夫明星 在邵氏12年拍摄了多部经典武侠影片 后起之秀成龙与傅生的功夫喜剧系录相似 但成龙却不及傅生俊朗 无奈天度英才 29岁的傅生于拍戏途中突遭车祸不幸离世 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 一颗冉冉新星就此陨落 让人感到无比悲痛 7.张国荣 张国荣的古装武侠扮相不多 早些年在邵氏拍摄过几部为数不多的武侠电影 1983年邵氏出品的杨过瑜小龙女 是他主演的第一部金庸武侠剧 张国荣在该影片中一人分饰两绝 分别饰演杨过和杨康两夫子 27岁的张国荣满脸的青涩稚嫩 既演得了阴狠腹黑的杨康 又演得了潇洒叛逆的杨过 虽说哥哥身上的文艺气息浓郁 但穿上古装后也是一个潇洒自艺的偏偏美少年 8.钱小豪 钱小豪给人印象最深的角色是 太极张三丰中饰演的大反派董天保 个性张扬豪放的钱小豪 14岁就获得香港第一届功夫擂台比赛同奖 15岁加入邵氏训练班 成为张彻第五代关门弟子 一出道就在多部武侠大片中出演重要角色 钱小豪长相俊秀 身材云称魁梧 演技精湛 正派和反派角色皆可随意切换 可阳光帅气 也可腹黑霸气 如若不是在挡红之际陷入桃色丑闻 凭借出色的外形和扎实的演技 或许早已成为香港影坛的功夫巨星 9.何嘉静 何嘉静最爆火的角色是南侠展昭 还未成名前他也曾在邵氏拍摄过武侠电影 早期刚出道的何嘉静脸型较圆润 一脸稚气未脱的模样 带着股淳朴憨厚的正直气 何嘉静的脸型是较长型的裹子脸 脸部轮廓感很强 无论是下颌线还是五官骨骼都非常清晰 加上他本身是打星出身 脸上的肌肉特别的紧致饱满 第一眼看何嘉静便觉得是一个 阳光清爽硬朗的男子 长相正身材高的何嘉静 是各大武侠剧的宠儿 而且搭档的都是关之林 惠英红这些当红美人 纵然时过境迁 何嘉静留给观众的大侠风范 依然影响至深 10.梁家仁 说起梁家仁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 周星驰喜剧电影中 那个经常扮演可爱逗逼的老父亲形象 年轻时的梁家仁也算得上是一位阳刚猛男 五官立体硬朗 一身恐怖有力的肌肉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乍看一定会觉得他武力非凡 然而并非如此 常年拍摄武打戏的梁家仁是武学白痴 虽说他是武行出身 但又切实不会功夫 只学会在电影中如何做动作比较好看 通俗来讲就是花拳秀腿 别人都是打而忧则演 唯独他是演而忧则打 演技好的可以让人觉得他很厉害 加上外形刚猛 身材魁梧 所以各种大侠角色都被他演出精髓 11.徐少强 天生自带王者霸道气场的徐少强 也曾是邵氏的一代萧雄 他的成名之路甚高 29岁就以凭借电视剧《天残变》 红头华语半边天 可惜年少轻狂 爆红后消极代工 惹怒制片方 惨遭中途幻觉 被利得电视解约后 徐少强转投邵氏电影 1983年 邵氏推出电影版《天残变》 再次给了徐少强 重现云飞扬霸气风采的机会 全片大量高燃的武打片段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然而票房却不尽如人意 几经反转 人气日渐低沉的徐少强 最终改变戏路 主攻反派角色 面向本就犀利霸气的他 与终极反派大boss相当吻合 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 无与伦比 12.莫绍聪 每当提起莫绍聪 总会想到电影《剑奴》中 那个病态扭曲的小师弟李公公 演技炸裂地让人心生畏惧 直至今日 莫绍聪的太监形象都无人能及 除了剑奴 在《中国最后一个太监》里 饰演的满清末代太监来喜 同样惊艳绝伦 该影片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故事细腻沉稳 揭露了近代封建国民的无知与悲哀 莫绍聪摆一个深处乱世的 卑贱小人物演绎得尤为动人 最终凭借该角入围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其实莫绍聪的起点很高 18岁加入邵氏 刚出道就担任男主 就连配角都是周星驰 刘德华这些一线大咖 他外表高大俊俏 武力值很高 一双大眼睛灵动又洋气 演技也吊大通缉许多男星 偏偏不好好珍惜羽翼 最后落了个道德丧尽的坏名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再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咯